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6年10月13号下午1点 瑞典谁人将2016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办法免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世人鲍博迪伦 与此同时啊 诺贝尔文学奖到底他不该给歌手 成为了各国人民热议的话题 之前一直为出面回应的鲍博迪伦终于打破了沉默 称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想参加12月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 并且接受这一奖项永药 这位创作型的龟手在瑞典学院颁发给他诺奖之后啊 一直保持着沉默 受奖的这位成员南建伟 鲍博迪伦的这种行为啊 这种沉默就是一个凹凰和不礼貌的表现 而鲍博迪伦在接受采访时代表示 自己很难相信获奖了 居其诺奖颁奖里向于12月10号在瑞典 与英德哥尔摩进行 鲍博迪伦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